曾经济染的白画林,静谧显示的小餐馆,形象并深的水果酒具,在济南市平银县的一家名为双异美术的画室内,一幅幅色调鲜明,明暗对比强烈的画作,挂满了这个不足20平米的小房间。这些画的作者是一对慈娃娃双胞胎。 3月5日,记者在画室内看到,慈娃娃高国梁高国庆兄弟分作两边,正在调色作画。双胞胎哥哥高国梁告诉记者,兄弟俩曾因频繁骨折在床上摊了十余年,自六岁意外骨折后,他就开始频繁骨折。双胞胎弟弟高国庆则更为严重,三岁时开始骨折。 2009年,双胞胎兄弟被确诊为成骨不全症,也就是俗称的瓷娃娃,稍不注意就会造成严重。 二十多年来,这对兄弟共做手术近三十次,因频繁骨折在床上修养也有十余年。双胞胎弟弟高国庆说,小时候由于不能和正常孩子一样上学,他们的母亲便借来很多书供兄弟俩自学。 在学习闲暇时,他们会临摹书本上的插画,后来便喜爱上了画画。 多年来,兄弟俩对画画的热情从未消退,四年前,终于可以生活自理的他们选择去画院进行系统学习。 王凯师,我确实是吧,然后看到他们画的,也看到他们画的很好啊,然后我这小无加大无,然后我给他们逼逼。 所以也是让我背成一个爱好嘛,然后现在我一定要决心就是学好这门技术嘛。 然后又想了,以后如果学好这门技术的话,就是一会儿画卫生的话,就是我能刷着画,想他们一样,画出一幅画来, 然后比如说买幅画,然后就可以帮我抚摸,加起一些负担这么多年,他们为我付出很多嘛,然后刚愿心里也挺亏欠他们的。 在画院系统学习的四年里,从最简单的线条学起,兄弟俩带着对画画的热情进步飞快, 哥哥高国梁学习风景油画,弟弟高国庆学习镜物,在这个小小的画院里,总能看到兄弟二人刻苦画画的身影。 从画院学成归来后,去年11月份他们便开了一间画室,一边卖画一边教学,兄弟俩的画放到画室外面就招来了不少学生。 现在已经收了20多名学生。 双胞胎兄弟的母亲许金灵告诉记者,虽然多年来为了生存,历尽艰辛,但如今两个儿子学有所成,让他们重新对生活充满了信心。 就是说整个掌情办的时候,就是说孩子把一年学这样,一年就固扎三四次。 曾经就是说,整年到初一的时候都在医院里度过,我们一早就是。 现在他画的话吧,也可以就是说,他咋印的这些一些工艺活动了,拍卖了,会是, 按这里有一些就是写业和艺术方面的,人家可买会出,人家都很非常欣赏。 所以说,我现在怎么说,对生活也充满了信心,对孩子也看到了希望。